21号美海军战略核潜艇肯塔基号结束四天的访问离开韩国 但朝鲜半岛陷入了核对核的困境 朝鲜向美韩发出严厉的核警告 韩国则回应称要与美国一起提升共同遏制与反制力量 当地时间21号上午 美海军战略核潜艇肯塔基号驶离韩国釜山作战基地 20号韩媒公开了肯塔基号战略核潜艇内部的独家视频 肯塔基号是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全长171米相当于50层楼的高度 从舱口顺着梯子进入潜艇内部就进入了指挥舱 指挥舱相当于潜艇大脑负责控制潜艇的航速和浮力 沿堤而下在更深的舱段可以看到长度超过13米的导弹发射管 肯塔基号最多可携带20枚核导弹 一枚三叉戟二导弹可以搭载多个核弹头 每个弹头的威力可以达到475千吨TNT当量 这意味着一枚三叉戟二导弹可以摧毁一个中等大小的城市 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和无法计数的财产损失 三叉戟二型核导弹一枚造价高达380亿韩元 约合2亿多人民币 为了在深海维护昂贵的导弹 艇内配备各种检测装置 韩媒报道称 肯塔基号每次出海都要在深海潜航好几个月 因此350多名艇员分为两组轮流直勤 潜艇利用反应堆产生的核能 在艇内实现淡水和氧气的自给自足 储备潜航必需品的仓库遍布艇内各个仓段 潜艇甲板上的导弹发射管外盖上标有导弹序列号